文梅有书香 广东东山中学就坐落在梅江之畔 他育才无数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校内一座三层小楼 掩映在高大的白玉兰树丛中十分醒目 这是全国人大原常委 香港经历来集团创办人曾献子 1978年捐鉴的 虽然曾献子在中国内地多有捐鉴 但这里的意义特殊 因为东山中学曾是他的母校 自幼酷爱读书的曾献子 曾因家评无奈辍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 曾献子受国家资助 得以再次踏入校门 上的就是这座东山中学 在我父亲身上做人就应该这样 有谁帮助过你了 你就应该好好的懂得感恩 他离职他说 以后我要回报给国家 1957年 成绩优异的曾献子 接受全免式的国家资助 入读中山大学 1968年曾献子移居香港 开启经商之路 创立了经历来领带品牌 创业初期 曾献子四个六的故事 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即一家六口人 住在60平方米的房子里 只有6000块钱的本钱 每天要卖出60条领带 就是凭着一股子韧静和不辞辛苦 经历来从一个小作坊 走进了千家万户 1978年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广东先行 外资进入中国 香港先行 开放的中国迎来了 一大批先行先士者 一直期待为祖国发展 贡献自己力量的曾献子 终于迎来了机会 他当即决定 把握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 放弃到美国设厂的计划 将生产基地全部前往家乡 广东梅县 他就说 这只是我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以不同的方式 对国家做一种回报 尽自己的能力 197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广州接见曾献子 他说 家乡的经济建设 教育事业还很落后 希望曾献子能多支持家乡的发展 要发动鼓励更多的港澳同胞 海外侨胞 共同来支持家乡建设 此后 即便正值经历来发展 急需资金周转之时 曾献子也毫不犹豫地 将钱捐出来 支援家乡和祖国的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 自1978年至今 曾献子在家乡每周的各项捐款总额 已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其公益事业也遍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 从1992年开始 曾献子设立了三大基金 涵盖教育 体育 航天等领域 曾献子博士对我们家乡的教育事业的贡献 是全方位的 是全方位的 长时间的 既有物质方面的 也有精神方面的 从我们学校的校门 到教育楼 到图书馆 到那礼堂 体育馆 运动场 学生宿舍 食堂 校门口的人行天条 这些都是曾献子博士 渐渐的 以前他哪开玩笑 只要他不死 他说我的基金会进去 十年八年 他又改口了 他说我儿子还在 只要我经历来公司不破产 然后我们就延续下去 从1968年白手起家 创立经历来公司至今 曾献子向中国内地 捐资超过1400箱次 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币 1994年 为表彰其卓越贡献与奉献精神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曾献子星 一直以来 曾献子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 筹备委员会委员 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实现平稳过渡和保持繁荣稳定 做出重要贡献 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 在曾献子的客厅里挂着他的座右名 勤俭成信 这也是他一生工作和生活的写照 他曾寄予年轻人 要认识中国 要对中国有信心 要记住 我是中国人 我要奉献 2019年5月24日 为纪念金利莱集团创始人 曾献子博士 为圆明园围墙附建工程 捐资25周年 大力弘扬爱国善举 圆明园为曾献子制作半身雕像 并在当天揭幕 85岁的曾献子 坐着轮椅出席仪式 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 但必须在有生之年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这一点 他坚持一生 从未改变